戴旭没有想到,自己创意的这个见花自稳的动作变成了流行的表情包。 随着孟华路的热播,搞笑男池雅内的角色也除了牵,成了全剧最出彩的配角。 这位出道12年,演了26个男二号的演员,终于将自己的知名度又一次扩大。 其实,在池雅内之前,戴旭在很多知名电视剧里承担过重要的角色。 他学舞蹈出身,因为睫毛长,总是被误会画了眼线。 他原本是拥有帅气外形的小身,却因为喜剧角色走红。 本期《星光复读机》就带你来了解戴旭。 1989年,戴旭在北京出生,是个地道的北京男孩。 从小就活泼开朗,五岁那年,家人送戴旭去学习舞蹈, 因为天赋较好,表现突出。 他在幼儿园时,就被中央电视台银河艺术团选为舞蹈演员, 还登上过1997年和1999年,央视春晚。 初中时代,戴旭以专业的舞蹈演员的身份进入舞蹈院校, 继续学习民族舞和芭蕾。 但是在2003年,14岁的戴旭在练习一组高难度舞蹈动作时发生了意外, 膝盖受伤严重,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舞蹈生涯。 舞蹈梦想破灭后,戴旭对前途感到迷茫。 他的一位舞蹈老师觉得戴旭俊朗帅气, 建议他报考艺术院校的表演戏。 在老师的提点下,戴旭决定转换赛道,向演员方向发展。 2005年,16岁的戴旭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大三时,戴旭就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荒村公寓》。 你做不到也无所谓啊。 我答应过你做你的木, 只要你不放弃, 我会一辈子陪着你。 这部电影由宇文乐和张雨琪主演, 戴旭在其中饰演一个大学生。 这次电影的出演, 让戴旭对未来的表演之路有了更多的期待。 他开始认真钻研演技, 看了远近中外大量的电影, 音乐片量非常大。 他甚至还会边看电影, 边描写镜头画面,人物状态。 2009年, 戴旭从中戏毕业, 身为北京人, 他不用租房, 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 所以接起戏来比较挑剔, 不接烂片, 直接能够打动他内心的角色。 毕业后的五年里, 戴旭直接拍了《建党伟业》、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初恋未满》、 《战雷》等十部影视剧, 还不如一些年轻演员 一两年内接的戏多。 虽然外形过关, 但是戴旭基本都是男二, 拿不到男主。 从出道至今, 他一共揭拍了34部影视作品, 只有一部《嗨!韩美美》是主演, 其余都是配角, 不过这些配角当中, 也有很多可圈可点,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演出。 2017年对戴旭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他参演的《无证之罪》播出, 反响极好, 成为了当年口碑最好的作品之一。 戴旭在剧中, 饰演了一位出入职场的实习律师郭宇, 随着剧情的推进, 前期看似软弱可欺的律师小白, 在现实的打击下一步步黑化。 戴旭将郭宇人性的复杂面,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至于在剧播时, 遭到了观众的痛骂, 网友们甚至把郭宇 评委了年度最讨厌的影视角色。 但是拍完《无证之罪》后, 戴旭一度陷入了抑郁情绪, 原本阳光开朗的他, 被经纪人要求在家休息了三四个月。 那段时间, 他每天规律作息, 和大姨大妈们一起溜弯, 到教堂听福音, 静静感受人生百态后, 才逐渐地从抑郁情绪中走了出来。 《无证之罪》之后, 戴旭又接连出演了几个反派角色。 《天圣长歌》里, 《狠辣无情》的《长中信》, 《创业时代》里, 嚣张跋扈的《渣男金城》, 《外谈终生》里, 总闯获的《杜星根》等等。 因为演了太多的坏人, 戴旭一度被制作方定性为反派专业户。 2019年, 戴旭再次出演绿政剧《精英力师》, 这次他不再是让观众 恨得牙痒的大反派, 而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小摄畜。 他深得摄畜精髓的表演, 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戴旭这些年塑造了太多 立体饱满的影视形象, 以至于《孟华录》中 齿牙内一出场, 观众就在弹幕里刷起了 他曾经的经典角色。 随着剧集的播出, 齿牙内搞笑的表情包 在网上广为传播, 成为了网友快乐的圆犬。 但其实, 原剧本里, 齿牙内这个角色 几乎没有喜剧色彩。 戴旭和导演交流时, 意识到齿牙内并不是一个 纯粹的市井恶哨, 而是个内心单纯傲娇的附加子弟, 于是提出要演得可爱一些, 得到了导演的认可。 所以, 剧中很多搞笑细节和台词 都是戴旭现场即兴发挥的, 为了达到喜剧效果, 他还让化妆师把自己画丑一点, 调成了窘字眉, 没想到, 经过戴旭这一调整, 竟让齿牙内圈粉无数, 未整不具, 增色不少。 拍摄《孟华录》时, 戴旭和这部剧的演员陈晓、 刘亦菲都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饰演顾千帆的陈晓 是比他高一级的中戏师兄, 两人在学校就熟识, 经常一起打球。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演戏, 但是因为过去就是前后辈的校友, 一点也没有距离感。 不演戏时, 就会一起聊上学时候的事, 聊这几年大家的经历。 剧中齿牙内后来喜欢上了赵胖尔, 跟顾千帆成了情敌, 而这俩情敌其实还是发小。 戴旭采访中说, 交际花式的齿牙内 其实跟他本人相去甚远, 他生活中比较内向, 有些社恐, 平时拍完戏喜欢自己待在屋里, 也不爱跟人吃吃喝喝, 而他之前也很少演喜剧, 也没想过自己能演喜剧。 所以齿牙内这个人间富贵搞笑男, 让他感受到了演员的乐趣, 可以尝试挑战一个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 正是演员这个职业有意思的地方。 感谢观看